台中市北区发生了路数倒塌的意外 监视器拍到当时还有民众站在人行道上 突然旁边三棵树就应声倒下 突如其来巨响让民众吓了一跳 还有行驶中的车子差点被砸中 而警方初步勘察 应该是连日大雨造成普直松软 路数倒塌 铁波挤到了一辆汽车还有三辆机车 还好没有民众受伤 监视器拍到民众在路边 突然一声聚响旁边的三棵树竟然应声倒下 再看一次一口气三棵树像说好的一样同时倒下来 事发突然民众吓了一跳 镜头拉远看路数倒下来占据了双线道 刚好有车开过来还好及时杀住 后面的车辆也赶紧停车掉头 事发在早上台中北区南京东路二段 发生路数倒塌意外 又粗又长的树木压坏了这台红色轿车 车身好像黏土被压出一道痕 另外也有三辆机车被搏击 只是当时无风无雨 当地理长怀疑是连日骚雨 造成土质松软路数倒塌 我看到已经裂了一点了 裂了不少了 我快快把他围起来 围起来他十几分钟就倒下来了 警方到场疏导交通 相关单位也赶紧派人来处理 其中一棵树根还在 只能先把他锯开再拔除 再看一次这惊险画面 一整排路数中的这三颗 像骨牌一样倒下 好险没有伤到人 季节中部这么大 接下来 主持续 果然这一棵树根还在